我们的卧习气太重 很难克服 若再旅见 忧伤迷雾 这两句话 就是我们的警觉性不够高 穿衣吃饭呢 又起分别了 又要跳蹄了 我们从最小的地方去做 你每天吃饭 今天跳这个好吃的 明天讲究那个 你要晓得 那是夜道苦 贪图口味 贪图享受 你在造业 你没觉悟 我们在吃饭 在霍长年供养宙的时候 供养福 有没有想到 释迦摩尼佛当年出去脱拨 人家给什么吃什么 他有没有挑剔 你今天给我这个菜不好吃 不和我的口味 佛有没有这么说过 佛的弟子有没有动过这个念头 没有 我们今天样样挑题 我们在造业自己都不知道 货茶要说什么好茶 我从来不懂什么好茶坏茶 不知道 人家送给我还茶叶 我都转手送人 送我什么高贵的东西 都是很冤枉 为什么不识货 不知道贵货 有的吃就好 有的穿就行 一定要把这些 这个经教 落实在生活当中 从哪里休息呢 天天要吃饭 天天要穿衣 天天要工作 就从现实生活上去反省 从现实生活上回头啊 回头生案了 改习气 改毛病 就是 这是 不是 是啊 啊 我 感谢观看